Hello 大家好 朱昌道 全國徵揭副主席、國務院港辦主任夏寶龍 結束在本澳的考察行程 今天下午已經在澳門機場搭飛機 應該回到北京 行政長官海一誠 隨即在政府總部召開記者會 總結我們夏主任的考察行程 他說夏寶龍今次深刻體會到 澳門在推進一國兩制實戰中 取得很多突破性進展 感受到澳門居民愛國愛澳的家國情懷辛火相傳 他說特區政府會全面推動澳門各項事業取得新的進展 努力為明年 即2024年澳門回歸25周年打好機場 前兩天澳門公佈首季GDP升幅可觀 升近四成 不過特首說 主要是因為去年基數太低 仍然有很大空間 需要努力提升 至於夏主任 今天有參觀兩間綜合休閒企業設施 分別是倫敦人和銀河 何特首說 今次行程主要考察相關博企的非博彩元素發展 了解在文娛方面的可發展機遇 何一成說 在新博彩發通過後 中央和夏寶龍都十分關注澳門非博彩元素發展 和企業是否有落實承諾 他強調本路一加四 適度多元發展策略是一度必選題 事在必行 今次政府已清晰要做好四個方面的相關工作 並指出其中三個方面 澳門已具有一定基礎 其中在大健康產業方面 期望離島醫院綜合體 可以輻射至大灣區或更大市場 會展民體方面 何一成說 六大博企未來十年 有超過一千億的投資額發展非博彩元素 可以帶動相關產業 博企亦已提出六個片區活化計劃交給政府 將會在不同片區投入商業元素 以落實博企的社會責任 帶動澳門舊城和新城區同步發展 政府已基本同意計劃 並會做好相關宣傳 據路邊社的消息 聽說有些人已落釘 不管怎樣 我們澳門居民聲鬥市民 當然希望落官期成為 最後對於再備民及會否 參選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賀特首重申 自己仍然大約有一年半任期 暫時沒有任何考慮 這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支持 下集見 Bye